我們約了208之後 其實他好像有改變一點點 他自己的態度的方式 他反而比較衝 因為我們太少失敗了 對 所以第一次感受到這個失敗 我覺得衝擊相對是比較大的 你自己好像被皮克球那一段 其實他滿大的 全民心靈欲輸 經鋪哥哥居在陪練 皮克球慘敗輪戰犯 有關鍵內幕 就等於新的項目 是完全全新的開始 然後又是完全不一樣的 挑戰跟團體默契 所以我個人覺得團隊的部分 沒有太沉浸在 那個悲傷的氣氛裡面 好帥 一翔 他只能努力的去看他的御書 放開心來 想打就打 不要懵命兩可 好不好 林御書和曾一翔 在全民心皮克球比賽 以1比11輸給藍隊 黃隊當中的戰績也慘兮兮 輸掉比賽下場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講話 其實他沒有什麼生氣 但是他看得出來很多是 很失望的人很傷心 就是一句話也不說 然後從我們那個休息的地方 然後直接到一個人中間 他有沒有任何人講話 看著背影了 非常的孤獨 全部人都這樣 默默的看 對 就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就是二零八之後 其實他好像有改變一點點 他自己的待遇的方式 他反而比較從 他開始會回到他自己的生活 就是帶帶小孩 要揪揪老婆啊 他沒有來跟著一起練習 我們會覺得說 蛤 今天你好播客喔 然後有點小失落 但是就是 也是告訴我們自己要 開始練習長大 因為像我們來 他們可能會都要直接一點 就是 啊你為什麼做不好 啊我們來也可以趕緊 就他們會很 很及時的想要去體驗這 但因為我們太少失望了 對 所以第一次感受到那個失敗 我覺得衝擊相對是比較大的 你自己 好像在體克前那一段 其實很大 其實那天還有很多小狀況 氣喘完我就上場了 所以其實當下的 我的身體狀況是沒有很好的 然後我的腳也有受傷 就是異翔 就是他把我cover了很多的部分 因為我其實本來是女霜 郭哥還有點是我跟莊莊 然後莊莊那種手受傷 所以就臨時在賽前 就改成我跟幸運 因為我們男霜輸了嘛 對 就是郭哥非常希望 女霜一定要拿下 是 那因為靜欣跟幸運的 過氣本來就比較好 所以郭哥就 就出納 幸運跟景欣先把女霜拿下來 那個是我在賽前 前一秒 我才第一次跟 逸翔 我才知道說 你現在是我的隊友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一點點 不知所措 然後非常興趣 因為我跟逸翔同一天生日 你氣了喔 然後我 我每次 同一個血腥 就是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我不用 不用跟他講話 我看到他眼神 我就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在場上的時候 他跟我在眼神交流的時候 我就覺得 唉 抱歉 其實我覺得 就是最 壓力最大的不是輸比賽 是你輸了 但是你的隊友沒錯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想要贏嘛 那就是因為你的這個脆弱 或是你的肚子育肺 輸掉的這樣的比賽 其實就是你的臉很展板 所以你當傻子有哭吧 對不對 我見到 對 場下結束了整個 那因為我不想要 推到隊上 好像你還要 你還要需要 隊友來阿威年這樣 所以我是自己 一個人 跑到廁所去 那你有跟其他的隊友分享 再幫你 譬如說跟靜希 他們 那你知道我耶 兩次不要 我沒有很慢熟 然後很他生 我沒有在講話 我到現在都沒有跟 隊友很熟 你第一次用到現在已經 三個月了 對 你還跟他都不熟 從小到來就跟男生一樣是好 所以我其實 真的很不知道 怎麼跟女生相處 我的彈藥有9% 都是男生 與其說 運動是挑戰 不如說團體生活是挑戰 那你當時怎麼會爆發 就想要有一點突破 因為之前比較多的作品 可能都是片戲劇類的 就是希望自己 在鏡頭前可以自在一點 然後外向 那 你們會希望就是 那你當然可以拿到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榮譽啦 但是比起拿到這個東西 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進步 假設我拿這種 決定好 我從片從路線 然後進到42條 超爽 對 那個成就感會比你 贏比賽 或是拿MVP來得更 更有成就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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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